尽管疫情仍未过去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也未取消 但是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看上去非常繁荣 成为双边关系中最稳定的部分 去年2月受疫情停工的影响 美中双边贸易额骤减至190亿美元 不过之后迅速反弹 全年贸易额比前一年增长8.8% 今年随着中国持续购买美国农产品 以及困在家中的美国人持续购买中国产消费品 这一趋势料将延续 持续增长的贸易数据让脱钩说站不住脚 实际上双方都已经逐渐找到在加征关税下的新平衡 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商品满足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要求 美国公司则难以找到其他国家的替代品 来满足政府几轮发钱之后旺盛的消费需求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洛杉矶港上半年259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中 几乎有一半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而随着进口商开始为下半年返校万圣节节日计囤货 5月该港进港运货更是创下记录 报道称 在美国对华关税仍然有效的背景下 很多美国零售商选择吃进关税成本缩减其盈利空间 另外也有零售商将关税成本传递给消费者 另外一方面 货运的拥堵还在加剧 成本也一路上涨 目前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等待进港的集装箱货轮数量 创下3.5个月以来的新高 大型集装箱货轮上海之洛杉矶航线的单位运价 更是涨到一年前的三倍 专家指出 这些成本的上涨 可能正在逼近美国进口商的底线 不过拜登政府尚未宣布 对于关税问题下一步将如何行动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此前曾经表示 他认为美中贸易关系是不平衡的 财长耶伦则称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未解决双方间的基本问题